随着解放军台岛周边演训的继续 国内外不少观点认为 这将变成一种新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 解放军此次联合军演的效果非常显著 让企图分裂一个中国的势力 看到了中方坚决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大家好 我是郭彬沐缠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彭博社发文称 有美国学者认为 解放军此次演训的一系列举动 如直接越过了所谓海峡中线 向台岛上空发射导弹等 表明他们的军演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该学者还警告道 倘若再遭挑衅 那中方的反应只会更加剧烈 与此同时 彭博社还在文中分析指出 中方此次演训的六个区域 都是通过精心挑选的 该媒体认为 解放军位于台岛东部的演训位置 就是用来应对美国和其他外来势力的 正如彭博社所言 解放军此次台海演习的位置 确实大有玄机 这六块区域前所未有 特别贴近台湾岛 将整个台岛团团围住的同时 还能奸打外部势力 如此一来 无论是岛内的台独分子 还是外部的美国及其他台独势力 一旦敢轻举妄动 解放军都可以内外同时打击 而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夹击的困境 佩洛西串访台湾是美国精心设计好的一步棋 但不得不感叹一下我们国家的大智慧 不仅仅识破了美方的阴谋 还制定出了如此高明的反击措施 怎么说呢 早在春秋时期 中国人就已写出孙子兵法 这样的军事著作 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想套入中国 这种小伎俩还是太拙劣了 中方对佩洛西串访台湾的反应 让很多人都看清楚了 我们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 任何阻碍祖国统一的国家或势力 我们都绝不侵扰 然而直到现在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却还在不停挑衅中国 难道美国及其臭味相投的盟友们 是笃定中方不会再做出更有力的反击 才继续推波助澜吗 不 他们清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 所以才一直火上浇油 为的是再次引爆台海冲突 近日日本就跳出来了 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真相 网称解放军演习发射的导弹 由五枚落入了左卫日本专属经济区 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家安全 借此抨击中国 而法国方面也同样罔顾事实 跑出来助纣为虐 装腔作势的给日本喊话助威 但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的那样 无论是法律还是政治道义层面上 日本都没有资格没有权力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日本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战 不去反思悔过 不来向中国人民赔罪 反倒跟着美国为虎作伤 胡作非为 企图再将魔爪伸向中国领土 很明显日本的军国主义仍不死 跟美国一样满脑子都在想着发动战争 侵略他国 这也是日本一直寻求扩军 加强军事实力 提议与美国合共享的真正目的 美国的小跟班们这么积极的招惹中国 拜登政府自然也不闲着 拜登日前就在讲话中声称 自己并不担心台湾地区 他担忧的是解放军的军演 拜登同时还继续撇清关系 称篡访台湾是佩洛西自己的决定 说来也是可笑 如果真的像拜登政府说的一样 篡台是佩洛西的个人行为 美政府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那解放军在自己领土周边练兵 拜登来闲操什么心呢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中方决定武力收台 那也是中国自己的家事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我们解决自己的家务事 用得着美国来评头论足吗 美国还真当自己是世界警察呢 需要注意的是 美军方最近还扬言 要在未来数周内穿行台湾海峡 美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宣称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对台湾地区 采取军事行动 至少近两年不会 按照卡尔的逻辑 中方不打算开火 所以美方这是准备用穿行台湾海峡的方式 刺激中国引爆台海战争吗 引爆台海战争 借此干涉中国内政 果然是拜登政府派佩洛西前往台湾的真正目的 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迟早都会回家跟所有兄弟姐妹团圆 不管是岛内的台独分子 还是外部的台独势力 都休想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美国等台独势力的频频挑衅 让我们更加明确一点夜长梦多 而这将加快我们统一的步伐 大陆同胞坐着高铁去台湾吃刀削面 将指日可待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